社工不難抵折揚 全面檢討社安王 綠銅案社工被上銬 成為社工的集體創傷 臺北市社會工作人員 職業工會發起連署 號召上百位社工人員 二十號上午前往衛福部抗議 五個社工工會聯合發表聲明 怒指衛福部要提高訪視頻率 只是為了達到績效指標 根本指標不治本 因為社工的訪視頻率 應該要跟個案量 服務策略 或是我們談的服務品質 整體的一起審視 我們只有提單一的提高訪視次數或頻率 這個是一個非常單一線性的思考 並沒有系統的觀點 我們社工的訓練告訴我們 我們不會只看到末段 裡面真的只有社政 只有社工的責任嗎 我們從我們的教育 警政 衛政 一層一層的肉接 然後最後造成了今天凱凱的這個悲劇 我們每一個人應該都有責任 我們沒有辦法撼動這個體制 可是出事的時候 大家全部都怪罪在我們身上 黃銀豪表示社工在提供服務時 注重跨網絡的合作機制 單靠社工進行加訪 資訊收集相當有限 另外學者也提到社工的服務 輸送過程最關鍵的是 與案主建立良好的信任關係 標準化的追求 績效指標 難以讓服務因地置疑 越來越以標準化的方式 來回應這些危機 只會讓我們的社安網 或者是原鄉的社工 越來越離開部落 所謂的文化福利權 那基本上社工雖然人在部落 但是他完全被外面的要求所掌控 所以我們在偏鄉或原鄉的社工 我訪一個案 我可能要舟車勞頓 或是每一個村子 每個地方 有當地的網絡 我可能要花很多時間建立關係 進入部落的脈絡 我才有辦法協助到這個案家 對此社工工會提出五大訴求 呼籲全面檢視社會問題 整合跨領域的專業 來強化社會安全網 並要求收回提高社工訪視頻率 重新召開檢討會議 納入基層社工以及使用者的意見 以及避免網路獵巫行為 應該要建立社工的職業保障機制 以及落實社工薪資制度 並期盼社會大眾支持社工 建制完善的社會安全網 而虐童案發聲 也讓社工暴露在暴力環境的議題 浮上檯面 平均每三天 就一個社工遭受身體的傷害 林萬一政委一直在說 那個禁用率八十五趴 九十五趴 可是衛福部各縣市政府 現在敢放出來社工的離職率跟流動率是多少嗎 衛福部都聽到了 而且我們非常的重視 這些議題呢 我們會交由相關的單位來仔細的研議 並且做出回應 我們會跟各個地方政府合作 保障跟協助社工 社工工會交出陳情書 由衛福部主任秘書張永敏出面接下 即使衛福部社工司長承諾會仔細研議 但前往陳抗的社工原不買單 並幾乎衛福部正式社工權益 支持社工專業保障服務輸送品質能更完善 原資新聞 趕照麻油 學家 任台北市 產品報導